大家好,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五 13日星期五是西方所谓的黑色星期五 所以難怪今天港股要跌倒一些 昨天北水是有流出的,流出量相對不小 所以這需要留心 第二是其他個別的板塊方面 農產品是好的,對市沒有幫助 煤炭是好的,不能支持市場 煤炭是好的,建築是好的,家庭及個人用品是好的 這些不足以成大市 接下來我們看看地產跌到這裏 銀行跌到這裏 所以今天市場基本上是弱雞了 因為兩大法都是會下跌的 然後我們看看個別的過股方面 過股方面我們會看到的就是 昨天上升了很多的跌了 中芯國際上升了少許 人民生物上升了少許 反向上升了 昨天上升了銀行多一點 銀行現在都會跌了 所以銀行股也算是造差了 接下來我們看看旗子 旗子電了保利加通道上軸 之後就跌下來 跌下來之後就會有問 會不會是 倒形頂呢 我想問 這個又是不是倒形頂呢 反正倒形頂 頂應該是起到保利加通道上軸 現在這裏會是這樣 問題就是 這裏仍然有一樣東西 跌穿了保利加通道中軸 你才能確認 這個會是一個頂 如果還沒跌穿的話 它可能都會跌下來 再跟著反彈 就是這麽多了 所以 沒有法格 唯有要等一等了 再跟著我們看看 有什麽股票可以留意呢 第一隻是 留意是一個中石化 鏈化工程 被団 Juice 電子 我們嘗試 會 他說